因为这样大家才不会看到我们一辈子 大家好 我叫孙小慧 那我这一次是第三次来上课 那我是去年因祸得福 才会接触到长生学 那在过去呢 我是一直都用原始点来保养我自己 大概用了十一年的时间 一直都保养得不错 因为我觉得人不能忘本 对 那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就是半夜在家里不小心摔倒 去我的左边的肋骨 去撞到我的床的床框 非常的痛 我长这么大除了生小孩 还有牙齿痛之外 再也没有那么痛过了 那时候非常痛 痛到我都可以叫爸爸叫妈妈 对然后因为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情绪 发泄在自己的脸书上 然后结果啊 我的天使哥哥王大哥 他是天狗站的赤狗 他就看到我的讯息之后 他就问我 就是有一个方式 如果可以让你不痛 又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 你愿不愿意试试看 然后那我 用我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谨慎 又小心的 不会随便去接触一个东西 那他愿意开口跟我分享 一定是他有把握或是有信心 他才会告诉我这个讯息 于是我就 我们就碰面了 然后又约来天狗的那个 某个百货公司的二楼 他已经先看好地形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然后就帮我调整 我当下就有效果 因为我原本那个按推原始点 因为按到就是非常痛 因为原始点是每次去按照花钱的 然后又 他的痛点痛哪里就要按哪边 所以非常痛 那所以我那时候你知道 因为肋骨这边就是骨头跟屁嘛 根本没有脂肪可以挡住 所以你们就知道有多痛 然后那当时王大哥就让我坐下来 然后就帮我去调整 就后来大概反正好像一两个小时之后吧 我居然可以身体往前滴下来 然后还可以这样 反正就可以比较自在的去活动 活动我的身体这样 我当场就觉得哇好神奇哦 居然让我不痛 就可以减轻我的痛苦 然后那王大哥就推荐我 去报名139期的课程 那我当天来的时候就 心里面就感动到很想哭 因为我在教会已经超过三十几年了 教会里面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但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那个爱 是非常的无私 而且这里有满满的正能量给我 1397我在这里我就非常感动 好幸福哦 就是我在教会三十几年以来 没有感受到的 从学生缘这样子 这样子说我过去的教会生活 但是我这个人不太想说话 我讲的都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 我就是还有中间啊 我就是出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在那个走道上就遇见那个魏老师 他本人气色超级好 然后他好谦虚 然后后来又看到林老师 然后气色也非常好 然后也是好谦虚 跟之前大约4点接触到的张力 这是完全不同的 我今天这样讲出去 可能会出去被人家走 但是这真的是自己的感受 然后后来我又参加到147 然后又参加141 这一次我就带我的同学来 这是我的高中同学 然后他今天长传讯息给我说 他昨天在外面体验之后 他今天就有感觉到自己 牙齿原本松动的地方 可以去吃布丁 去吃果冻 然后他就已经开始在经历 见证在他身上 那我现在还要除了感谢王大哥之外 还要感谢我们天舞站的站长 副站长 还有帮助过我的师兄师姐 因为我在那边调整之后 那个调整我的身带 那我的身带是 长时间就是非常痛的 像玻璃在割我的喉咙一样 我只要多讲几句话 我的喉咙就会很痛 然后发炎发高烧 我就长期吃类固醇 吃了有七八年 从几粒的药 吃到后来没拆掉一把 然后吃到我后来都没有味觉 甚至有点厌世这样 对然后后来那我就用了 我就开始不想吃药物 我就开始用食疗 然后食疗之后后来又一件原始点 然后有帮助我改善 但是后来有停滞 然后后来一直到我到了 那个天舞站之后 那边的食疗师姐有帮我 用长生爵来调整我的身带 我跟你们说哦 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像这样大声的讲话 然后我现在可以吵架了 对 就是多年以来大家都以为我很温柔婉约 其实不是因为我是山东妹子 平息是很呛的 怎么可能温柔婉约 那是因为我没有本钱大声 我只能够小声的讲话 然后低声下气的温柔 那是因为我多讲几句话 好像就会痛啊 我不敢大声讲话 但是我在天舞站调整了大概 因为我为了想要上刀几班 所以我就去带12个那一个实习章 我跟你们说 那个实习章其实不是实习而已 那是去帮助自己去救自己 我在那边被志工们拯救了 就是我的身带可以这样子吵架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一天就是有一段中的讲话 我已经气到已经快受不了了 结果后来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面就感觉有点气上来 我可以发脾气了 然后然后唱回去 超爽的 你把它唱回去好棒 然后过每天 反正那一个礼拜 我跟两个人吵架 超开心的 然后那 OK好 那我想要分享的差不多就到这边 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帮助到 在场的各位 谢谢 谢谢 师姐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找到骨伤会就是 肋骨撞到啊 或哪边撞到 那时候怎么调整 然后还有声带的部分 相信很多人 你想要有这个美妙的这个声音 声带时候又怎么调整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个部分当时我那就是帮我调痛的地方 换部 然后有调头顶七号屑 我印象中是这样 反正就是头部是管全身主要的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配合放在会痛的换部 对然后可是我就一点都很会痛 就解决了我的痛苦 因为我原本躺在那个床上要起来上厕所 然后要搞二三十分钟 我躺到那边我就心想玩了 我不会这辈子就这样躺在床上吧 我不要这样 然后因为要一直上厕所 要上厕所就要起来 然后你要一鼓作气很痛苦的这样起来 然后就不敢喝水 因为一喝水就要尿尿 反正我觉得身体的器官开始受损 其他就会有恶心的循环 所以有哪里不舒服 就要赶快来调整跟处理 不要拖 然后讲到深代的话 就是我们天舞 我现在也是天舞站了 一份子了 因为我发现不能做坏事 我昨天戴口罩戴墨镜 走在路上 我们天舞站的志工圈 都可以把我认出来 所以不能做坏事 我们天舞站的师庸师姐 他们只帮我调我的 调二三 然后调完二三之后 也有调 最主要是调深代会痛的这个患处 还有七号血 然后我就这样子 就可以跟人家吵架 还有很重要一点 我平常已经很注重养生了 你们一定看不出来 我快要往六十的方向走 那我平常也很注意养生 所以我以为自己身体保养还算可以 结果你们知道吗 我在天舞站去调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因为我那时候也应该去三天 想要去赶快盖到学校的杖 所以很紧快的去 然后所以我也就救到自己 你们知道吗 我居然每一天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每一天早晨做的蛋糕都是黑色的 又深又臭又多 然后每一天排完之后 我肚子也好舒服 因为都清空了 然后后来大概一个月之后吧 我就开始正常的颜色 然后也没有那么臭 一直到这一期的课程 第一天开完穴之后的 隔一天我早晨排便 我有在我们的群组分享到 我一样又排出又黑又多的宿便 然后排完之后 我的肠胃这里超舒服的 以上就是我的健身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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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